日本关东地区在下午因为对流旺盛 突然降下了冰雹 而在画面中您可以看到 在东京的吉祥寺车站附近 由日本民众拍摄下来的这个画面 乒乓球大小的冰雹不断地从天而降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而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指出 关东地区上空出现了零下6度强烈冷空气 因为和地表的温度差过大 导致天气急速的转变 东京整个下午都处在狂风暴雨 再加上了冰雹的状态下 气象厅表示了这样的天气形态 将会一直持续到中日的傍晚 是否会带来灾情 请锁定各节的TVBS整点新闻 我们会随时的插播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